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扎两个冲天酒 望着俩小脚丫 在这俩烽火轮 千问却手中啊 昏天灵护着他 玄缘结满宫啊 两眼是照照镜 双腿是追风马 千问却伴着他 伤天下海本是大 三头六皮鞋为你 千针百战斗魔法 有我的名字叫什么 哪吒哪吒 小哪吒 第三十集 惺惺相吸 啊 对 这就是风神兽 风神岛的风太厉害了 我伤疯了 到现在头还晕着呢 你马上把它带到齐山去 只要它轻轻的一吹 那雾就会散 就能这个磕吹虫 听着蠢货 这风神兽吹出来的风 威力无比 可以将千年的大树连根拔起 你把它带到齐山峡谷里 就让它在那睡觉 需要风的时候 就拿扇子轻轻的 在它鼻子底下扇起一下 那它会怎么样 你想要多大的风 就有多大的风 山鬼吩咐过我了 说不让你们进去 为什么 它怕你跟那个杨简打起来 杨简果然在 它偷走了盘古石 还不该打吗 哼 还好朋友呢 吃里扒外 哪吒 山鬼姐姐 听说你把杨简救了 还不想让我知道它在齐山 是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它偷走了我的盘古石 我要找它算账 你瞧 这是什么 盘古石 其实杨简它不是恶人 肯定是受了石级的蒙骗 被人利用了 山鬼姐姐 我错怪你了 快把我石级的镇山宝石给我 不然我踏平这片山林 你少说大话 想要盘古石 你看我手里的监棍圈大不大应 打起来了 真好玩 真好玩 你们不要打了 杨简大哥 即使你打赢了 你也出不了秦山的 快吹 快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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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动静啊 你到底会不会吹风啊 搞得我一身臭汗 真是的 她要先 simplesmente看我什么 她说答案 只说恶 없는人 是谁 chuckling serve the ded 讨 orada 交出任山宝石 我饶你不死 你就想 你散了 怎么起疯了 我也不知道 一定是有妖怪才使坏 我才没有 还是我抱着你吧 哪吒 这风吹得好奇怪 我得去查看一下 你怎么到 回头再回答 可恶的风 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久闻二郎神大明 今天总算是见着 你是谁 我是石鸡娘娘的小徒 名叫山宫豹 石鸡娘娘亲说 杨英雄被大雾困在奇山 特意派请风神兽吹风散雾接应杨英雄 但愿我来得正是时候 师姐她想得还挺周到的 石鸡娘娘料定 您已经拿到了她的真山宝石 小徒向仙赌为快 跟请杨英雄上个脸吧 上个脸 哪是拿到了 可是又被他们给抢回去了 是吗 这就不奇怪了 哪吒虽然是个孩子 可是本事不小 不好对付 一般人可不是她的对手 你说什么 当然了 对二郎神来说 打赛小小的哪吒是不在话下的 哪吒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被他们暗算了 既然这样 小徒倒是有个主意 不知二郎神想不想听啊 你说吧 风是从谷底吹上来的 我去看看 原来是她搞的鬼 你个坏蛋 看我怎么收拾你 砸死你 你干什么呢 我把自己和你绑在一起 增加你的分量 这样你就不会被风吹走了 你真好 别客气 主要是我自己 别再被风吹走了 都放进了 风吹了 德扎怎么还不回来 德扎 闪开 看来只有畅蒲草才能止住大风 快告诉我 去哪才能找到 畅蒲草的山鬼姐姐 白草仙山果然名不虚传 好香啊 就好像是陈唐关家里的味道一样 是吧 小猪熊 都是草的味道 草又不能吃 要是包米花就好了 好香啊 你是谁探头探脑的干什么 我 我叫哪吒 从遥远的岐山来 我有急事要拜见青山童母 请带我去见她吧 事情真的很重要 好吧 随我来 姑娘们 有客人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哪吒 你就是哪吒 哪吒 哪吒orph 你们知道我 我当然知道 说吧 你来有什么事 我是来向青山童母借畅扑草的 还是请你带我去见他吧 我就是青山童木 你 可 可是我听说青山童木 已经有四千多岁了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已经在三千岁以上了 你没看出来吧 什么 怎么可能呢 我也想留在这 我们这里是白草仙山嘛 空气好得不得了 心情也好得不得了啊 所以人就显得年轻啊 你借仓谱草到底有何用 大魔徒时机 抢走盘古石鬼怪天地 又带来一个能吹风的怪兽 在骑山吹大风 山林遭难 听说只有仓谱草可以定风 所以我就到这找您来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就天下要紧 仓谱草我可以借给你 快拿去定风吧 这就是仓谱草 只要把它放进风神兽的鼻子里 它就再也吹不出风来 用完后 你一定要还给我 我一定还 谢谢童母 也谢谢小姐姐们 不 是小姑姑 不不不 是 这样做 大风迟早会把这片山林给毁了 不给他们点厉害 他们怎么会乖乖的把宝贝交出来呢 不交出宝贝 我们就吹回秦山 这算什么 不管有什么手段 打到目的就行 我去找哪吒和他一举雌凶 就算你打败了哪吒 可是 没有风神兽 吹风散雾 我们也都回不去 傲郎神 你可是答应了我们石鸡娘娘 一定要把震山宝石夺回来的 为了不让你这个大英雄食言 小人我只好出此吓死了 小人我只好出此吓死了 我看你再吹 风神兽那个家伙正在打憨呢 我悄悄地把昌仆草塞进这个懒家伙的鼻子里 他的憨声更响了 哪吒 外面山谷里又起风了 不可能吧 我去看看 怎么会这样呢 我明明把昌仆草塞进风神兽的鼻子里了 为什么还会有风 难道这昌仆草不能进风吗 你真的亲眼看到童母了吗 还有你有没有拿到真正的昌仆草啊 山鬼姐姐请你相信我 那问题也许出在风神兽的身上 风神兽怎么了 走 哪吒 我们去看个究竟 走 川普春术 那得谢谢你啊 原来那个风神兽是你变的 太大意了 川普 Almost out的味道闻起来可真不错呀 把川普早还给我 给你 这只小狗现在归我了 快还我的小天犬 你得先吻我超古草 这也不难 把镇山倒石给我 你休想 那好 那你我就出招比试比试吧 比就比 想好了 你可别后悔 少废话 接招 别跑 这么新的水桶 好像一滴水都没沾过 让我给你来点水吧 味道不错吧 好几个哪吒 太调皮了 小活动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这个杨姐 我们打架为什么要伤心无辜呢 等我找到那根金针给你报仇 我先抱你离开这儿好吗 走吧 怎么样 哪吒 认出了吧 好你个杨姐 敢骗我 快把昏天灵还给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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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了 小师傅 小师傅救命啊 杨姐又在搞鬼 救命 小师傅 救救我吧 救救我 你别过来 救救我吧 你是杨姐 我不会再上你当了 接住 你快把昏天灵还给我吧 杨姐是谁呀 昏天灵又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身上那个 你是说 我这身红衣服 是你的什么昏天灵 那你拿去好了 这 大白天抢姑娘家的衣服 算什么英雄 好 你厉害 杨姐 这回你赢了 你变个别的东西 再来跟我斗吧 我等着你 好 有骨气 好 你的东西还你 我们再来斗 多谢了 河沙 你来看 我还是要去 你去可以 我要去 man 你去乱 你去乱 我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夺回畅谱草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 杨茧会72般变化 畅谱草却是不能变的 所以无论杨茧变成什么 上面都会有一块绿色的东西 魔札 魔札你抓住杨茧了吗 杨茧实在太厉害了 约定了三十回合决胜负 已经六十回合了 还没分出胜负呢 杨茧当然厉害 她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对手了 没想到你已经和她斗了六十回合了 我可不想再跟她斗下去了 谁胜谁负都是次要的 拿回生谱草才是最重要的 我已经有办法了 哦 说来我听听 那杨茧虽有72般变化 但有一样东西它是无法改变的 山鬼姐姐你凑近点 杨茧就在附近 长浦草还你 但是这山宝石我还是要抢的 我们走 杨茧 石鸡是个大魔头 你可不要上了她的当 被她利用了 哪吒 咱们后会有期 杨茧 杨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